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 Fs 貝塔屬於它 而且 F 貝塔屬於它 他問你 Fs 貝塔屬 對吧 問你於是於多少 首先你先看一下 這 A 三番加1可不可以分解 A 三番加1可不可以分解 這 1 可以當作 1 二幾次 三次 A 三番加 B 三番 有沒有意義 他可以分解成 A 加 B 乘上 A 平方 減掉 AB 相乘是 AK 加上 B 平方 自己 1 對吧 所以說 A 三番加 B 三番 所以 A 三番加 1 可以分解成 A 加 1 乘上 S 平方 減 AK 加 1 這樣行不行 所以寫到這邊是你看一下 聽說 Fs 貝塔屬於它 那 Fs 貝塔屬於這兩個一起除的時候 於是於多少 所以說老師可以寫成 今天重點是在這句話 貝除四次起 Fs 題目重點是要貝這兩個一起除 一起除 除下去會得到一個三次 加上什麼是?於四 貝除四等於除四 乘上三次加上於四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只要把這個余式算出來 是叫怎麼算 來告訴我除四這邊是幾次?三次 所以余式這邊是幾次?兩次 兩次基本上可以寫成 A 平方 加 B 加 X 但是這時候求三位之數好不好算? 不好算 那怎麼辦? 因為題目告訴我條件 今天 Fs 當被它除的時候會與它 所以說我知道我 Fs 對吧 被除四等於除四成三次加上於四 我這於四是幾次?兩次 對吧?我故意被它除 這樣行不行? 好不好?被它除 除下去是我於是故意被它分解 因為於四是兩次 貝是兩次 分解之後可以得到 A 倍呢? S 平方 僅 S 加 1 對吧?被除等於除四 是貝它分解 分解下去一定會與幾? 3 S 加 7 然後是為什麼? 因為題目說 Fs 貝它分解之後 一定會得到幾? 3 S 加 7 於是於3 S 加 7 所以 Fs 貝它分解 基本上這邊是都可以分解的 對吧?這邊除四當中一定有它 所以說這邊一定可以分解嘛 所以說於四的地方被它分解下去之後 對吧?因為於四是兩次 它剛好是幾次 兩次 所以被分解成 A 倍的 S 貝S 加 1 分解下去一定會與多少? 3 S 加 7 對吧?所以說於四可以直接假設 這樣行不行? 行嗎? 所以說於四用來的是幾次 兩次 我故意被它分解 兩次被 2 次分解 會得到一個A倍 分解下去 題目說余多少 3s加7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這時候只要把A算出來是叫的 題目說F寶1等於幾? 10 所以說這時候把AK是用寶1帶 寶1加1 0 0乘他乘他 0 1加1加1 3A乘3 3A -3加7是幾? 加4 F寶1等於幾? 10 所以說告訴我 算出來A就是幾? 2 所以於是是幾? A用幾帶? 2帶 兩倍呢 S平方-S加1 加上3S加7 所以說寫答案 2S平方 加上AKS加9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? 配號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我可以使用